欢迎新闻带你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法国日增4400多人累计超过704万 法国汽车大厂雷诺表示 由于晶片框还有其他的成本上涨 预计未来一年内汽车价格将会上扬 西班牙增速上升到2000多人累计超过497万 疫情重创西班牙的就业市场 当局将向青年发放租房的补贴 以防没有财力搬离老家的肯老族越来越多 英国新增确诊微幅下降到36000多人 累计超过808万 英国持续放宽国外旅游限制 将会取消51个先前建议非必要不要前往的国家 德国前一天创下5个多月以来新高 9号又降到了1万例以下 累计超过431万 欧宝汽车OPPO因为难敌晶片短缺困境 宣布关闭德国一座工厂 直到2022年初 美国近期增速约为10万人 累计4513万多例 美国机关中心CDC表示 已经接种美国食药署FDA 或是世卫组织WHO 所批准及使用疫苗的国际旅客 将会获准入境 日本催准数降到三位数 总数超过170万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厚藤茂之表示 已经与美国辉瑞药厂签约 最佳采购1.2亿剂的新冠疫苗 南韩在天1953人染疫 合计超过32.9万 南韩与新加坡这两大亚洲航空枢纽 同意推出旅行泡泡 已经完成接种的旅客往来 入境时不需再隔离 11月15号上路 越南交到5000人以下 累计83万人以上 当局正在研拟疫苗的护者计划 采认AZ 莫德纳 辉瑞 娇生 中国国药和北京科兴等9种疫苗 来帮助复苏观光业 印度日增不到2万例 累计超过3300多万人染疫 疫情打乱了全球的供应链 煤炭价格狂飙 印度却有超过一半以上火力发电厂 燃料库存剩不到三天 成为继中国限电之后的 又一隐忧 马来西亚增速降到1万例以下 累计超过232万人感染 马来西亚当局正在讨论 绝部开放旅游限制 包括以民单来区分 高风险跟低风险的国家 下周将会公布细节 印尼增速缺缓维持在1300多例 累计超过421万人确诊 疫情下台湾去年底 暂停了引进印尼移工 印尼劳动部表示 将会确保仲介和训练所 符合防疫规定 积极争取台湾的重新开放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